明代女性地位特别低下,看看史料中如何描述,作者继我女学社青年学会会员浙江海洋大学金灵师提到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很容易让人首先想到的是男尊女卑女性地位低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以明朝为例。 传统观点认为,明代时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地位及转直下的时代,妇女地位自宋朝以来进一步沉落了,即在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女性遭受严重歧视与迫害明朝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但是明朝社会十分独特。 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下在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西方思想也传入中国社会,成诸理学进一步加强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妇女真结观,进一步得到加强的同时。 思想领域出现宣传反礼教束缚等社会,批判思想文学创作中,出现众多纵欲和淫秽小说。 在这样子的社会背景下,明朝女性地位究竟如何呢白沙宁纪念馆真结盘放探究明朝女性地位不可避免,涉及到明代女性真结问题。 三纲五常的思想迫害下明清两代,对女性的要求是丈夫死去首节,未婚夫死去首节被男子调戏须寻死,真结高于生命女性人格遭受了严重的压抑。 明代真结恋女数量大,根据统计明代真结妇女人数,为27141恋女人数,8688多于其他朝代人数,也要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当丈夫死去女性就要承担家庭重任抚养子女还要孝顺公婆行,但是在家庭集宗族的地位,还是很低高受着身心双肿折磨。 明代才女性辞尽但是纵观整个明代社会风气,发展明朝妇女女性社会地位并非十分低下,相反明朝中后期的妇女地位是有所提高。 但首先从政治角度看妇女参与政治,妇女成为女官后非参与正式如仁宗皇后辅佐三代皇帝正统年间张皇后与内阁合作。 这些在明朝的政治发展的过程,产生了比较重大的影响。 从妇女装扮角度来看妇女可以自由地选择服饰面料搭配服饰,不用考虑等级制度规定等选择饰品的佩戴发型的梳理。 进而释放自己的审美意识,从妇女文学创作角度来看,明代黄州后期女性文学繁荣,其中妓女文学和瑰秀文学占主要地位。 如在《猎巢诗集》中有收录妓女诗人28人,从经济角度来看妇女积极参加各类经济活动如棉纺织业细取业,她们的收入成为家庭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 从法律角度的来看妇女在订婚、退婚、离婚享有较多的权利。 从休闲生活角度来看,明代女性生活,丰富多样,在体育休闲节令旅游休闲、文化休闲方面,呈现出多样色彩三纲五常图,之所以会有上述现象。 与本文开头明朝社会独特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但是在封建父权社会的实质下,明朝妇女的根本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一。 明代妇女的二人性及其社会地位赵崔利二。 从女性意识的萌动看明代中后期妇女地位的提高陈金花三。 明代的真结问题,邓前程四。 明代妇女地位研究赵崔利五。 明代女性的休闲生活赵崔利欢迎朋友们订阅近代中国编辑继我女学社青年会会员虎一周。